这是什么比赛 让和蔼可亲的樊振东怒气冲冲 直接打出了11比0的羞辱比分 又一次打破了国兵的不成文规定 这是2019年中国公开赛南丹史刘强赛 樊振东对上了来自欧洲斯洛伐克的皮斯特耶 最场比赛双方的对决都非常的艰惨 但是对手却在中国的组长不断的杀野 一次次不尊重人的行为也彻底激怒了小胖 所以才出现了如此尴尬的比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什么原因 让小胖如此的生气 第一局上来 樊振东直接就一比三落后 这时候的小胖开始发力去进攻了 连续的反手里拉追到了3比3 皮斯特约虽然是欧洲选手 但是他的反手和前三把起伤非常的出色 反手直接抽拉得手 追发球直接抢攻 打了小胖一个措手不及 5比3领先 两人打出了多拍相扯 小胖追到了5比5 小胖反手拧直线 6比5反超了比分 反超中进攻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这个反手 这个反手进攻又是轻松得分了 漂亮 对攻中小胖运气较好 打了一个插边球 9比6 最后 反正东11比7轻松拿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上呢 反正东直接攻 相扯对拉伦欧洲选手 肯定不是我们的对手 不过 皮斯特约的前三把确实出色 连续的抢攻 打的反正东 是措手不及 出来 小胖连续反手 4比4终于绝对了比分 但是凡着的这局无贵的失误有点多 又被对方拉开了三分 皮斯特约这个反手的抽拉真的太狠了 毕竟当初他也是成4比0过马龙的男人啊 皮斯特约玩起了花火 防守中直接来了一个消球 最后又是一个反手的扣杀 这种变化有点打蒙了小胖 球风啊确实少看 9比5 最后又是一个揭发球的抢攻 皮斯特约扳回了一局 本来皮斯特约气势如虹 刚刚扳回一局 结果第三局的比赛上来 一晚就发生了 皮斯特约一个发球 就被裁判吹罚了4 被罚掉了一分 而皮斯特约的脾气啊 非常的暴躁 一拍把球直接打飞 并且不断在和裁判争论 其实在场上被吹犯规是很正常的 但是一个犯规就如此的暴躁 损失很见 这种脾气也明显明显了他的打法 接球啊 越打越离谱 小胖直接4比0 好不容易打了一个精彩球 结果小胖又防住了 直接5比0 他的心态更加的崩了 甚至小胖还在擦汗 他居然直接发球 这种行为是极具缺乏体育精神的 小胖继续来发力击弓 比分也来到了7比0 这时候的皮斯特约呢 有点不像打球了 接球直接横打出台 这一架不是职业运动员该有的打法了 8比0 这时候的小胖人还没有准备好 他又直接发球 一局比赛两次这样 这种行为也是彻底激怒了小胖 最后皮斯特约又是一个横打 比分拿到了10比0 这种打法似乎在跟小胖发脾气一样 而小胖这一次也没有浪球 直接发了一个长球 皮斯特约自己也打飞 就这样 小胖打出了职业生涯第一个11比0 国平为了尊重对手呢 一般是不打对方11比0的 但是对于这种不尊重比赛的对手 我觉得也不值得尊重 这一局之后对手就直接崩了 第四局上来还能10比10将持 皮斯特约又是瞎打 小胖6比10领先了 樊泽东越打越出色 红手端继续压制8比10领先 这时候皮斯特约还是打出了精彩球 前三满的功力依然是还在的 不过樊泽东毕竟更加的出色 防守中主动进攻 11比8拿下第四局 第五局的比赛自然悬念也就不大了 皮斯特约其实在这次比赛中 不仅仅淘汰了张宇峥 还击败了国宾的方博 实力是不容小区 如果认真打可能不这一束的卢磁产 但是这比赛 注定让他难成霸气 翻唱中5比2保持了领先 翻唱中5比2保持了领先 6比5反超 不过纯实力更强的小炮 展示了自己扎实的技术 一个反手连续变现 7比8 反手直接拧拉 9比8反超了比分 连续的暴冲 10比8拿到了赛点 虽然对方又追平了比分 但是小炮依然没有浪费机会 连拿2分4比1 拿下了比赛 在中国的主场喷裁判 乱打球杀野 小炮也只能用11比0教他罪人了 能够让国拼打11比0的外国人 他还真的是第二个 第一个你们知道是谁吗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